哀伤时间的长短 人死了之后 他的近亲通常都会在某段时间内追思死者 哀悼时间的长短 在这段时间之内 居桑家属会有特定的衣着 不化妆 不应酬 有些人在居桑期间 穿着白色或者灰色的衣服 有些人就穿着黑色的衣服 也有些人在居桑期间的一年内 不参加任何婚礼或者其他的庆典 这些方式都不是佛教仪式 因为佛经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些仪式 尽管如此 不同的社会依据各自的文化习俗 来发展出某种仪式 并将它看成是佛教的仪式 他们的意图是要追思死者 也藉着死亡 警惕自己勇猛精进 我们如果能够明智地奉行这些习俗仪式 而且如果这些仪式对生活是没有冲突的 这样身为佛教徒的我们 是没有理由去反对他的 佛教的方式是中庸的 在一切的事理之中 实行中庸之道 安葬后的礼仪和追度仪式 接着下来的问题是 有关于安葬之后的礼仪 有些人为死者死了之后的第七日 第49日和第100日举行追思仪式 也都有些人除了在第七日举行追思仪式之外 也都在三个月后和一年之后举行追思仪式 有些人相信在追思期间 死者的灵魂会回来 但是不管我们相信真有其是与否 他们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些集合了亲朋戚友们 共享内心对死者的感受 和彼此安慰 以减轻生离死别的痛苦的追思仪式 是很有意义的 是很崇高的行为 不过我们无需要刻意预定 某一日来举行追思仪式 只要能够配合有关各方面的时间 任何一日都是举行追思仪式的好日子 清明节祭祖 并不是佛教的用词 或者佛教祭祖的方式 不过它 却是一种良好的对先人的表意方式 因为在当日 这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人 都会将工作暂且放在一边 到先祖的墓地素墓 献化 追思先祖 这样也能够说明 死者的后代是孝顺的 而且已经对祖先极尽意慕 对得起祖先 以这种方式向祖先致敬 追思感恩 并让年轻人有机会向先人致意 并且将这种良好的传统传给下一代 佛教对这种做法并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有些人奉行这些仪式 是因为害怕如果他们不奉行这些仪式 死者的灵魂会回来折磨干扰他们 对于这种无知的想法 佛教认为是毫无根据的